当地时间10月31日凌晨,越南北部亮山省发生一起客货车相撞事故,造成5人死亡,9人受伤。事故发生在亮山省游笼县境内的1A号国道上,一辆半挂式卡车因发动机出现故障而停靠在路边。 一辆16座客车自同一方向驶来,撞上半挂式卡车车尾。 随后,16座客车又与左侧对面开来的一辆货车相撞,客车受损严重。 事故造成4人当场死亡,10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,其中1人医治无效死亡。